网络赌博是假的 那现实中我们该参与吗 中华几千年的历史 从古至今参赌的人 就没有谁能闹得一个好下场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我相信所有人都见过 或者听说过身边的某某某 鱿鱼赌博怎么怎么样 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 十年前我在武汉开出租车 当时我在一个小区租着房子住 小区里面就有一个爱赌的美女 我们叫她为姚姐 美丽大方富有是她身上的标签 她家是拆监户 当时在我住的那个小区 她就有八套房子 她开着一个蓝色的奥迪A6 为人非常的平易见人 非常容易打交道 当时的她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白富美 她老公早些年由于做生意的时候 触犯的一些事被堆进去了 她在家里带着两个女儿 照护的公公婆婆 家里也是打理得井井有条 身边所有的人各个都称赞她 但她就一个不好的毛病 爱毒 早些年的时候 在武汉乃至武汉周边 很多人都开场 喜欢玩的群体呢也非常的多 了解就是其中的意愿 我记得在2013年的某一天 当天我下完班回到家 刚进小区就看到小区里面堆满的人 都在那里讨论 时不时还伴随着哭熬声 后来才知道 姚姐在那天下午从21楼纵盛月下 月下的头一碗 她在厂子里面一碗输掉了90万 欠厂子里面的高炮50个 三场之后 高炮就随着她来家里拿钱 但那个时候的姚姐已经拿不出钱 八套房子已经卖了七套 剩下唯一的一套 自己的公公婆婆女儿在居住 无赖下 她选择了 离别 由于赌博导致了凄凉的惨剧 在我们身边太多太多了 无论赌什么 无论在哪里赌 结局都是注定的 赌就是一个反人性的游戏 不要试图去挑战它 不然你终归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